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上人讲说 上人可不可以请常驻师父 道应你来 那因为每一个道场都有师父 只有我们道场没有师父 所以上人就跟我开示真空庙有 上人说你不要执着 就是你们好好的去做 你只要用诚心的去接你 其实那时候我抓住的就是说 你不要去执着 那是觉得说 很多事情就上人讲的 你要心诚啊 最让我感动是上人说 你们这些台湾太太到印尼 你们要回馈印尼 头顶印尼的天 脚踏印尼的位置 要回馈印尼 我那个时候就想 哎哟 上人没有叫我们捐台湾呗 就这个把我感动 98年5月嘛那时候 第一次见到三人马上故意 就先问爸爸嘛 有人问三人说 哎这个千手观音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三人说 哎这个就是 观音是慈悲嘛对不对 那伸出一千个手来帮忙 那你们五百个人 就是有一千个手了 这个还是能够人间菩萨 我自己呢 我自己呢也是因为一年多了 没有见到商人 从窗口看到商人齐力 从椅子上齐力 要去迎接我们 那进去的时候 商人第一句话 跟黄伯伯说 黄老举世 我很感恩你 你很照顾文玉 你很疼他 商人讲的时候 我老板也吓了一跳 他就说哪里哪里 他很乖 我一听商人说这样 我傻了 眼泪就哗啦哗啦掉下来 我才知道 原来在商人心里有我 可是商人也教导我 要感恩黄伯伯 所以他们在谈什么 我就没有听到了 我就在那边自顾自己哭 在那边自己哭 想到自己那时候上班16年 我从来没有一天感恩黄伯伯 我天天想的是 我薪水怎么那么少 我工作时间怎么那么长 可是当商人一说 要感恩黄伯伯的时候 我觉得商人是 代表我父母 感恩他 真的我想一想 我所有的一切是他给的 就是商人一句话这样子 大概四年前一次的董事会 那个时候 因为在准备这个工作报告的时候 也使我们用的精神太多 压力太大 我甚至于喉咙 有点发痛 病了 那一天还是带着非常撒哑的声音 做下来以后 你知道吗 阿燕师兄告诉我 这一杯茶 是商人特地吩咐师父们做来给你的 他说你喉咙发烟 他的这个茶是特地做给你的 其实我都眼泪都掉下来了 商人是这样子的 关心我 我们去探测 商人复杂多少重 每一次商人都讲 你们出国 你们去做什么事 我都要替你们提心吊胆 我都要知道 商人是亲亲这样跟他说 你到了地方 你一定要打电话回来 只是我认为对的事情 就是冲下去做 你知道吗 没有再想第二次了 人生人应该做就去做吧 所以免之商人说什么就好 是啦 因为商人所做的 我认为他教导我们做的事情 是应该我们能力所做得到 但是有一天商人跟我开始 所以叫你做的一切事情 师父要把你当一半的责任 你去看老人家是这样开始的 是为什么呢 你去做这些事情 完成不完成 你不完成 我一定要帮你做完成 因为我们实际跟人家约定的事情 不可以是半途而非 所以说这样我非常感动 我就是问我说 商人啊 你什么功夫把这些全世界这么大的 每一个的大老板 把他招到你当你的手 你的手下当你的土地 他说我没有招他们 是他们自己来了 喜欢人的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不要紧 我们最比较幸运 可以自己见到商人 那下一代根本没有几分 让商人的精神把它稳定下来 做一个基础 以后下一代跟下一代 就用上人的精神 怎么去把这个精神带翻 好 传成法脉心相惜 弘扬走门知不意 此情願歸珍惜 今此法雖無良意 無當地自當盡情 盡情傷惹魔 那一念心是很重要的 我從聽一點都聽不懂上演開始 一次不夠的 我要幾次一次聽 一次去思考 因為我們是反复 大部分就是聽過了 聽過了都沒有用心 我是覺得用心就是尊重 用心也是一個精進 如果我感覺到我自己失敗了 或者是感覺到很辛苦的時候 我開康來看 我會感覺到 喪然在告訴我們 不要捨棄信心 你繼續努力 你繼續做下去 失敗沒有什麼問題 你繼續做下去 祂是我們的導師 也可以是我們的栽生父母 喪然每天早上三點就起房 他天天做一樣的事情 他每天做的事情都是有規規矩矩做的事情 由我們平常人的話來講 他是很單調很單調的生活 那麼很單調很單調的工作 而且你們每個徒弟都是很嚴肅很嚴肅的 那麼我給他一個輕鬆的 就算五分鐘 那以後世界就更複雜了 世界的想法 精神 大概對於獲得社會 也會分開得很大的貢獻 我們現在歲數也不小了 我們現在一定想得比較嚴肅一次 精神發碎的流異 精神的祈子 向三人發願 我們會好好做此事 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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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